Hello 大家好 60後退休生活的Mira 我們4月底又去了中山玩 今次不是坐成鬼 是坐忙約車 話說4月22日星期六上午睡醒 想想今天去哪裡玩 於是我們在手機的尾團搜尋 見到有中山影視乘 入場費成人60元 於是我們吃完早餐 就在滴滴出行約車 由陽明廣場出發 車費77元 我們10時出發 10時35分就已經到了 行車時間只是35分鐘 在我去片前提提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請給我按讚 按訂閱鍵 和旁邊小鈴鐺 我有新片 你第一時間就會收到通知 幫忙看廣告 好 我們現在去片 今早上網看 有介紹過奇奧古道文化遺產 是 但去走這條古道的 嗯 但呢 應該很辛苦 哈哈 看上去油廠也不錯 又有去嘴香園 這些其實是逛街買東西的地方 是 所以我就選擇了 我們就來中山影視乘 你已經拍過那邊 沒錯 我在網上就自己買了票 貴了 我之前看是說58元 是 現在就60元 你有獎者票 我們現在進去看 京中山故里旅遊區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旁邊就是旅客中心 嗯 我們現在要進去的那個 就是東山城 東山城呢 全西東有幾個景區的 剛才我上網買電影時 他講到明 不可以穿日本和服 進去影響的 嗯 那他還有什麼的景區呢 有孫中山建居的紀念館 是在這個位置 還有就是新台革命紀念公園 翠康村也在這裡 嗯 其實這裡 我們看我們今天一天 我們在這裡 我們剛才就是打滴滴過來的 77元 在家裡過來這裡 其實有四個人過來 在珠海過來 很便宜的 十兩八十元 如果你坐順風車五十多元 也挺便宜的 就不用去坐大巴 是的 這個就是中山城了 是中央電視台中山基地 有很多個劇集啊 古裝街啊 就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去買票 看看 營業時間就是八點半 到十八點半 他有些表演的 嗯 看看表演時間 記住啊 現在幾點啊 十點五十二分 即是過了 那個綜藝演出 十一點 是啊 十一點鐘啊 有不乏 在黃埔君校 看看門票 六十五元一個 六十五歲就三十二元 七十歲以上免費啊 好 老公 買票 中山影視城 就位於廣東山中山市翠鏗村 孫中山故居旁邊 在2001年 因為選擇拍攝電視劇 孫中山 由中山市人民政府求支 1.5億興建而成 拍攝完畢後 中山影視城就正式對遊客開放 2015年5月 中山影視城 和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翠鏗村 還有新海革命紀念公園 和泥頭尖山五個景點 早成為中山故居旅遊區 一入門口就是中央廣場 圍繞中央廣場的就是中國景區 是龍叔孫中山先生 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紀念地 而建設的 裡面有黃埔君校 中山寧 這是南京的中山寧 雖然景區中 大都是按照1比1的比例來設計 但氣勢比南京的中山寧相差很遠 中山千代名人館 館裡面展示了中山市 近代各界名人的新前事跡 有興趣可以進去看看 但我們就沒什麼興趣 總統府 通過大門進去就有一個洋房 洋房的規模大小 比起南京的總統府小很多 看完這個建築物 我都很想再去上海和南京玩 差不多11點了 我們就去黃埔君校那裡看馬術表演 騎馬 馬場內三個圈35元 馬車就20元一個包車100元 這個對面有幾個穿著軍服 他應該在騎馬表演 這個對面有幾個穿著軍服 他應該在騎馬表演 這個對面有幾個穿著軍服 他應該在騎馬表演 我們看完馬術表演就穿過這一行的風車 到另一邊的中國景區參觀 走過了風車 這一邊就是仿照了廣州早期有嶺南風情的特色街 街道兩旁就有騎樓式的建築物 體現了20世紀初舊廣州的街道 其中還展示了孫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 廖仲海何慳營夫婦廣州的住所 現在所見的就是復原當年他們兩人在廣州居住的地方 我們在參觀期間 前面有一對男女穿著20年代的服飾 男的穿著軍服 女的穿著旗袍 配合這個街道的場景 我們真的好像回到100年前 穿過了這個中式的亭台 流水再向前走 就是英國和美國的景區 全部都是古老又殘舊的建築 景區裏面沒有商店營業 又沒有遊客 所以顯得非常之荒涼 周年民主 Marcusdoo 他也沒有自然 財洋 修羅 昂藝 最后我们来到日本区 但这区已经变成一个互动影城 长安镇 你只要付68元就可以在园区穿汉服 参加他们的游园游戏 在指定的时间里还有互动节目 我们上午经过的时候 见到有一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穿着汉服在长安街走来走去 然后穿梭各商铺玩游戏 觉得很有趣 我当然不收书 无论都要试试做长安人 但由于我身形庞大 在这里就找不到合适的汉服 店员就带我去另一间房 跟我挑选适合我身形的衣服 但费用是$18 没所谓 这间房的衣服真的比较漂亮 这个是谁 我来到长安镇 那里写着的 长安镇 我来这里逛街 我有20两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银两 我有20两可以去玩游戏 都挺重的 十两玩一次 赢了就会更多 是的 我们可以玩大小 一输输就没有了 是的 没有 我们去猜迷雨 失赢 领茶 奶茶 都是$10 因为我们还未吃午餐 所以就周围去找食 Sisa终于找到 適合她吃的午餐了 以前的日本家 现在已经重新装修为长安镇 你看看 是不是都觉得很日本feel 我们就拿着一张长安镇地图 开始去玩游戏 鸭印章 赢银两 第一个去玩的 就是去钱庄计数 掌柜就给了一张纸 给我们计算 有多少两 十两 十两 第二个游戏 我们就是去约财谱 好 唱一首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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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两句 就可以 唱要什么唱 要唱什么歌 自己熟悉的 自己熟悉的可以 可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有多深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以吗 这首歌又有十两人 又有 现在有四十两 谢谢你 这里其实是约财堡来的 约财堡进来玩游戏 原来要你唱一首歌 好 幸好我们唱歌都难不住 我们 原来都玩 你 是啊 有什么讨厌呢 十两银子 拉着 我要十两银子 我要十两银子 要十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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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跟着就是完什么 我呢 在手上抓了一把银子 看来给你展示三秒 三秒之后你需要告诉我 我手上的银子的正确个数 个数 还有小银子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好厉害 一数就数到有十四个 哇 我帮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有十四 数到出来的 好厉害 我们又收十两 半行居 要走 看看有什么玩 如何玩 你好 可以玩 是啊 说出两句 还有九座的诗句 都可以看到 哦 哦 和诗句 和酒有关 对 港诗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借问酒家何处有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他就说叫我们玩围棋 我们不懂玩围棋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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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玩围棋 好 好 好 老公你求了 好 不用站这么远 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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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 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可以走前一点 老公 好 走近一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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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心急 啊 京兆役站 是 役站 一是你选择写字 二是你选择压标 我最初是选择写字的 但是掌柜说我的写字不漂亮 所以就没有银两 压标 不要写字 写字 我写得这么漂亮 他都说不行 好 压标 我护标 走管门口 走管门口 好 谢谢 好的 老公 辛苦你了 压标 现在有多十两 好 喂 长安商会开了 我们看看玩什么 长安商会里面 就有十两银 就喝一杯茶 喝完呢 看看可不可以 说出的是什么茶 茶的面子 是不是 就是这些 我们竟然喝不出 是什么茶 就这样就输了十两银 是啊 虽然输了十两 好 现在我们就来衙门 看看有什么玩 三道问题 三道问题 若是都答对了 就能改装 第一个问题 相对于简单的一道诗歌 大漠孤烟纸 好快 太忙了 落日以来 作者是 王维 对了 王维 第二个问题 挺好了 炎帝姓什么 莫要白读百科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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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 三 二 江 一江 没错 是姓江 为何呀 生于江水河畔 故取名为江姓 还有一个问题 若是答对了 就银子了 有一句诗 叫 《谈笑有红如》 宝来 读百丁 叫百丁 百丁 是什么意思 百丁 百丁 是美国读书的 是 没读书的 走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辛苦了整个下午 看看有多少银购 哇 不是很多 2 3 4 5 6 七十两 一锅就买完了 客官,你需要压辣椒还是压米糕? 十两起 多少? 小 八十两小 还需要压鸟 那我直接开一下 小 好啊 哈哈 哈哈 来,八十二小,我帮你洗一下 八十二小 好,你放下 干嘛 你都不吃了 你都不吃了 张可是盖完了 买了,买了 买了,买了 再来一吃,香 干嘛 我已经游过 不用 太阳档 小 没了,输了 输了,可以走了 总结今天,我们不用100元 就可以穿着汉服 穿梭在古街上玩游戏 工作人员投入 带动了我们穿梭时空回到古代 如果你和朋友一起来玩 就会玩得更加开心 我们当天见到 有公司在影视城里 举行职员培训 换上汉服 一起在长安镇里玩游戏 我们在影视城 玩到差不多4点 才坐车回到市中心吃晚饭 下一集 我会和大家分享 网友推介 在中山必吃的 展轨品味馆吃晚餐 品尝它们的特色菜 和和大家分享 在中山如何半驾坐巴士 然后用20元 坐车回来珠海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 这个大湾区 中山吃河玩乐 就请给个赞 和分享出去 如果你是未订阅的 快点按订阅 和旁边的小钟仔 我有新片 你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了 好 我们下条片见 拜拜